有去過的人就問 二、三十年都不加租會不會違反經濟學? 很有趣 如果只有一間店舖就會違反經濟學 沒有那麼多店舖 有一個支持文化 你就不加租 有一個介紹我買的店舖 買回來都不夠多 都賺那麼多錢 那就無謂趕他走 他都關照我買了單純東西 單單東西都有些前因後果 都有的 各有前因就不是單純 如果有人在幾十年前 只有一兩間店舖 我當然會照市場家 但如果我個性都是比較灑脫 這些一字細都叫做有兩個錢雜袋的人 所以對這些世間錢就比較豁大些 因為多路數賺錢 不是正在資助那個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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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六十年代到現在都不停懂 都經常有貴人的 七十年代有人叫過日本做那些 二手機車回來又賺大錢 因為六十年代又探長 一般埋了堆又賺到錢 八十年代又炒樓 七十年代已經炒樓 七十年代已經炒樓 我好早炒樓 炒樓最早 七十年代炒樓 到現在 接著我們在九十年代炒國際金融 都不用怕沒有錢運 天天都有的 你那個市場不好我有錢運 市好有錢運 市好有錢運 它天天上落 所以那個市場一定有 你又不怕沒有貨賣 你買錢不止實有 賣出去又不怕沒有人買 現在我們生意最好做 我又不用納稅 我炒貨幣 買貨幣我就不用納稅 沒有生意好做得過這些 不是很多人做到的 當然 大把人都有那麼多錢 我有錢運 因為我們有觀察力 你聽匯豐柳說過劉志傑 這個世界就是有智慧的人 找些沒有智慧的人的錢 這個世界就是有智慧的人 去找些沒有智慧的人的錢 所以我常常叫網友 你要多學一些智慧觀察力 就是這個意思 先要有智慧 你要看到這個世界 你一定有錢 你不要再求人拜佛黃有錢 你最重要求自己有智慧 你有智慧就什麼都有 你練功都要練有智慧 練有智慧 你吃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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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東西